他现在还在那边吗 那我马上过去 一接到请务电话 所长马上出动 老婆 我出去处理事情一下 你接一下电话 所长出门了 就换老婆帮忙接电话 因为这个西伟住在所 只有一位远警 阿嬷打电话给我说 那个警察先生 妈你过来一下 我以为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结果到他们家那个门口 那个只要大门都还没踩进去 那个阿嬷就跟他说 整个里的居民都把所长当成保姆 大小事都叫他来 执行表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所长温田青 手机都不能关 因为你不能漏街 如果村子里面有事 辖区居民大约一千人 治安单纯 所以这里的远警不配枪 只有电脊棒 警棍和无线电 所长温田青在这里服务17年 名服其实的以所为家 连老婆和两个女儿 都住在派出所 如今因为西伟大桥开通之后 警方也在105年底 裁撤这一个一人警所 因为以前这里就是一个人 20小时所以我们就是以手为家 全家都住这里 对啊 白天要处理 晚上也要处理 温田青在2013年退休 但因为喜欢这里的淳朴环境 还在警所的隔壁 卖房建地定局下来 只是他现在不当所长了 居民还是常常冲到他家报案 温田青只好帮忙打110 目前西伟住在所 已经改成警犬部队 全台唯一的一人警所 也正式说白白 记者邻居为陈思源台中 财富不到